你有可能,你也许呢,有说过 Ich bin um drei Uhr frei 或者,你就跟他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Wann bist du frei? 你有没有这样说过? 也许呢,听北的学生这样子说,这样子讲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不是你所以为的意思 这个不是我有空的意思 你需要讲, frei haben 你需要讲, Ich habe frei Ich habe frei是我有空 再一个,你什么时候有空 而且呢,如果有空这个意思呢 通常比较接近的一个翻译是 Wann hast du Zeit? Wann hast du frei? 它比较代表什么 你什么时候没有在上班 或者你什么时候没有在工作 没有在上课 现在来到这个, frei sein 这个说法 我非常的期待 就帮你们解说这两个的差别 因为呢 这个手笔非常非常常见 第二 很容易把英文的意思 在这里套上去 可是跟英文的意思 没有相同点 没有 Ich bin frei 跟 Ich habe frei Ich bin frei代表 我自由了 frei有几个意思 有空 或者是在一个位置上面 就是没有 没有在站位的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自由 没有被打压 或者 没有在坐牢 就这个句子 Ich bin frei 我现在可以总算 自由的生活下去 这个是Ich bin frei的意思 OK 所以听起来 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想问 Wann bist du frei? 有点像 它其实什么意思 Wann bist du frei? 你看 你什么时候 没有在坐牢了 你就是出狱了 什么时候出狱 第二个意思 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Wann bist du frei? 有点像 你可能现在有一个男朋友 有一个女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 没有女朋友呢? 或者是 你什么时候 没有男朋友呢? 你什么时候 没有伴侣呢? 有点 你知道吗 就是 有点奇怪 Ich bin Ich bin frei 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Ich habe frei Ich habe frei 我有空 我没有在上班 我没有在工作 Good 我们还有 两个动词 我想要给你们 介绍一下 OK 一个是 ZICH FREI NIEMEN ZICH FREI NIEMEN OK 意思是 请假 怎么样的一个请假 你在这个 在某一个时间点 在某一个时段 你理论上 必须要 履行你的一些义务 你必须要上班 你必须要上课 你必须要义务性的 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OK 我必须要请假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句子是 Ich muss mich entschuldigen lassen 那么现在呢 如果 已经有一个德文的基础 你可能也猜得出它的意思 FRII BE COMEN 这个是它的相反的意思 SICH FREI NIEMEN 是我自己 我想要请假 FRII BE COMEN 是别人允许我请假 或者是别人 跟我说 你今天不用上班 你今天不上班 FRII BE COMEN FRII BE COMEN 也不是别人强迫你的意思 其实不是 FRII BE COMEN 是老板 愿意 允许你请假 Ich habe VON MEINEM CHEF FRII BE COMEN VIEL SPAß BEM ÜBEN ZUNE MENESI YUKWA U NATÜLICH DANGLENA MENKAY HEN DALEAN THEFINCHANZIGER IMKCHIN Vielen Dank FIRS TEILEN UDI I KÄNT GERNE IN DEM KOMMENTAREN ÜBEN Alles Klar Super WIR SEHEN NES NÄXN Video